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個就是它的流程 這邊大概再跟各位同學說明一下 整個少年事件處理的起點 我們講說起點就是我們一直在講調的全建移送原則 這是從第17條第18條這邊開始 第17條第18條這邊就包含了報告移送跟請求 目前的現行法第18條的第2項到第7項 行政輔導先行的機制 目前還沒有正式的去啟用 它是從明年的7月1號開始施行 所以目前的話 針對負檢少年他的偏差的行為 還是依照舊的方式是由少年法院直接來做處理 就沒有先經過這個 這個少年輔導委員會的這邊 這是目前 的現狀 但是條文現在是已經是新的條文 之前那個有同學問到就是說 那我們在 在引用條文的時候是要用新的18條還是舊的18條 其實我們就直接用新的18條 但是我們會去提到說這個因為這個 112年7月1號才開始 去適用這個所謂少年輔導委員會的這個機制 所以目前的現狀的話還是直接送到少年法院來做處理 這個是全權引送原則 那全權引送原則這邊 考制比較愛考的 然後曾經也考過了 就是說 在刑事犯罪偵查的階段 比方說他很多 很多這個共犯對不對 其中有成年人 但是有部分是未成年人 像這種情形的話到底 檢察官發現說其中有一個被告他是未成年人 這時候他應該要 繼續偵查嗎?還是他就必須要馬上 把他移送給這個少年法院呢 是要確認說他到底有沒有做這些行為 再移送還是說我們 一開始發現他是未成年就必須要先移送 這之前有跟各位同學講過嘛 各位有沒有印象 就是說 像是 我們在搜索的階段好了 搜索階段 這個時候 是不是要 那個申請搜索票是要向一般法院的法官來申請搜索 還是必須要向少年法院的法官來申請搜索 有沒有 這個就是在 就是這個階段會發生的問題 那其實依照目前 實務上的看法會認為說 一開始 沒有區分的必要 因為那時候犯罪 犯罪的行為 犯罪人 嫌疑人都還沒有確定 那時候還在蒐集犯罪的證據 所以那個時候沒有必要先 由少年法院來做介入 等到說比較有比較特定的證據證明說這個少年他確實就是背負責的這個身份 那這時候我們再依照 這個第17 或者18條的部分來移送給少年法院在開啟後續的 這個 處理的流程 是這個樣子 那再來就是少年法院他接到了這個少年事件之後 這時候他必須要依照第19條 來 先 請這個少年調查官來做這個 我們講說省前的調查 這就是全件 調查原則 調查先行 那這邊在目前的現行法下有一個 一個重要調整 就是說 這個少年調查官他必須是跟 後面 來 開庭的少年調查官是同一個人 就是我們要落實這個少年調查官他實質道庭的原則 那重點是為了要 切合我們講說這個協商是省理的精神 因為如果說你一開始省前調查官 跟你後面道庭的那個調查官是不一樣的人的話 那好像是有點流於形式 那他沒有辦法真正的來 來 像 少年法院的法官來說明說 他在調查過的時候他真正看到了什麼 他聽到了什麼 他覺得怎麼樣 所以由同一個人來 比較可以去落實那個協商是省理的精神 那我們再看下來 經過這個省理料完之後 那少年法院這時候就要決定 那我們到底是要不要開始省理 或者是我們要做一個不復省理的裁定 在28、29條這邊 或者是要移送 這個檢察官 如果說有27條這種情形的話 那這個就會開啟後面不一樣的這個 主理的流程 那在這個 19條這裡 省前調查的階段 或者是 少年法院他本身 他也要有一些 事情需要釐清的這個階段 會有這個 少年 到庭的問題 我就說如果他不到 這時候怎麼辦 我們講說有21條 我們有傳喚 22條我們有同行 然後23條之一 我們有協訓的方式 就是如何讓這個少年到 這個法院來 少年法院來 接受這個省前的 調查跟詢問 另外在26條這邊 也是一個重點條文 26條 就是他是一個 責付 跟收容 還有這個 急速輔導 的一個規定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 比方說找到這個少年之後 發現他 他目前的狀況就已經 很不好了 那因為考慮到後面的那個整體的程序 可能 又需要花一點時間 對不對 所以26條這邊有一個 暫時性的一個處分 就是說 是不是有必要 是他的狀況 把它責付給 某個適當的人 或單位 或者把它收容在這個 這個 收容的處所 或者是有這個 急速輔導 的這個必要 那有26條來做一個選擇 好 那我們再接下來看 那 先看一下 不負審理這邊 在不負審理這邊 主要有兩個條文 第一個是28條 因不負審理 那 另外一個是29條 得不負審理 那我們寫在黑板上好了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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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谓无保存原因就是 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做 这样的行为 类似这样的状况 那这是28条 那28条的所谓的 其他室友 包含说他的 新陈状况有问题 像这种时候就应该要 如果他有新陈上这状况 这时候也可以得 令这个少年 入这个相当的处所来实施 是治疗 这是跟28条 来做一个相搭配的 一个配套的措施 那另外在这个 29条这个部分 他是得不付审理 就是说他是 这时候少年法院 他是有一个裁量的权限 他可以决定 你要不要做一个 不付审理的裁定 那他是什么状况呢 就是说他的情节 轻微 以不付审理为适当 情节轻微 最常见的就是 确盗的状况 比方说我去超商 偷了一个 控卷水 偷了一瓶运动饮料之类的 类似这种状况 那他可能是第一次 做这样的行为 那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得不付审理的裁定 那这时候可以搭配 就是我们后面的 告诫 还有这个交付管教 跟转介辅导 另外如果说经过这个少年 法代还有被害人的同意的话 同时也可以怎么样 由这个少年 向被害人道歉 立伍国书 还有跟这个被害人 做一个损害赔偿 这个都是一个配套的措施 那我们讲说29条 他其实就是 给少年法院一个权限 他是一个 所谓的转向的机制 就是说他这种状况 他本来应该要 进入这个 把握事件的审理 对不对 但是这边特别 有开了一个门 就是让这个少年 可以不用进入到 后面的这个司法的程序 他就是一个转向机制 尽量减少 这个由司法程序 来处于这个少年的 一个机会 这是29条 这边測至 或者此 是什么 这边測至